讲道理,男性这个生物真的太他妈抽象了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班里的男同学有一些行为 我是真他妈不理解啊 小学,他们玩龟派气功,做迪迦射线 初中,他们表演海姆利克急救法 高中,他们拿避孕套,吹气球 大学,他们对着空气运球投篮 还有我特别不理解的一个群体行为 我们班的男生称之为阿鲁巴 简单概括就是,一群男生把一个男生搬起来 把这个男生两腿岔开,用他的刀去撞柱子 以及其他所有能当柱子用的东西 包括但不限于,门框,树干,垃圾桶 我见过最离谱的是,撞窗户框 因为我们班那个窗户框,他妈的比我人都高 他们一边坐,一边欢呼嚎叫 不是我说,他们真的很像在做某种邪教仪式 就是要把一个男生的刀拿去献祭了 你也搞不懂他们到底快乐在哪 尤其是被献祭的那个男生,到底快乐在哪啊 真不说说,平时男生都护着自己的刀部 害怕受伤,阿鲁巴的时候一个个反而撞得非常开心 有一次我好奇的问了一个被阿鲁巴的男生 他说,疯了吧,我们怎么可能撞那啊,我们撞了都是屁股 说实话,要不是看你们笑的都挺开心的 我还以为你们在自发绝育呢 最离谱的是,他们还敢把主意打到任科老师身上 班里稍微年轻一点的男老师都没逃过这项活动 说实话,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的脑回路也很奇怪 初中的时候,我后桌的男同学上厕所掉坑里 因为鞋子湿了 下午体育课的时候,他拿我抽屉里的姨妈筋裹脚 在操场招摇 我感觉被裹起来的不只是他的脚,还有我的小脑 就这,他还敢练习立定跳远 两个姨妈筋飞的比人跳的都远 不骗人的说,初中的时候我最讨厌的男生就是他 他总喜欢在我校服上面写字 上课还总莫名其妙撑我头发 这个行为真的巨讨厌 劝广大男同胞管好自己的手 就在我以为我们俩命力相克的时候 他表白了 不是,你有病吧 谁会喜欢天天扯记忆头发的人呢 有一说一 班里的男同学除了有些迷惑以外,还有些gay 他们属于是只要能坐在另一个男生腿上 就绝不坐在凳子上 一个凳子只要坐了两个男生 那这个数量就只会增,不会减 最夸张的一次是一个凳子上叠着五个男生 然后把凳子坐翻了 要不是我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 我都要怀疑男女之间有物种隔离了 最近高中同学结婚 婚礼结束天都黑了 我们其他人准备离开 让他们过二人世界的时候 新郎突然叫住了我们说 难得人这么齐,我们一起玩狼狼杀呀 世界 不是,你小子真的是油烟不尽呢 说实话,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讨喜的现实因素 但他们依旧保持着这份幼稚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建议 把男性心理学合并到儿童心理学 这可能就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吧 关注我,祝你们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 永远年轻,永远记得一键三连 我是一只猫 快乐的星猫